大家好 我是陈一芬 欢迎收看健康逆转圣 有人说剪坏了一撮头发 会让女人伤心半年 还有人说掉了一撮头发 会让女人看起来老十岁 天天跟你相依为名的头发 你从来不觉得它重要 总觉得头发就跟手脚一样 长在那儿有什么好特别照顾的呢 你不会觉得它重要 那是因为总认为它理所当然 但有一天如果头发突然集体逃家 离开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生完全变了样 这时候你就会体会到 头发对你而言不只是头发而已 它是你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你的美丽 自信 还有快乐呢 当然都会因为头发的存在而存在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 头发 保养 还有改善掉发的相关资讯 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个短片 你就会知道 头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有多重要 不会 真的不会 因为看起来会比较老 长这样 傻眼 我觉得可能会真的考虑一下 因为如果会遗传的话 就会有点担心 要看多稀疏吧 不要太...太... 脱掉好 脱头 应该不会吧 但如果他离光头的话 可能考虑一下一下 就只是考虑 头发稀疏 那铁钉不会啊 这样就好像跟尼姑谈恋爱一样 应该不会吧 我如果跟他交往 人家会以为我跟一个大叔在交往 可能是为了钱 但是他如果是像新龙一样 那么有钱的话 我可能可以考虑看他 对 我应该不会把标准叫那么低吧 就算真的接受 再回去应该会被我老爸轰出去 对啊 我觉得我应该还有很多机会 因为我还年轻 头发都稀疏的话 不可能吧 除非他骗我用假发 跟我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已经有感情的话 还是得找一个办法 帮他治好 不然的话这个生活起来太感到 怎么可以秃头呢 当然是要涂一些什么 生姜那些什么都给他裹上去啊 哇 依照这些随机抽样的 受访意见来分析 很显然的 男人秃了头 女人还能够勉强接受的 但是女人眉了头发 可真是悲剧了 有人把头发形容为女人的第二生命 其实并不为过 下面这段根据真实故事所拍摄的影片 描述一位甜美女孩 竟然失去她宝贵秀法之后 婚姻都变了掉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精彩的故事 一头光泽亮丽秀法 就是长发小魔Lucy 引以为傲的赚钱工具 平面广告一个接一个拍 甜美的笑容 优雅的姿态 加上长发飘逸 发香四溢 经常令现场的工作伙伴们 羡煞不已 Lucy嫁给了高收入的 科技业工程师Richard 你好漂亮哦 婚姻事业两得意的她 开始享受着 公主般的梦幻生活 但好景不长 婚后第二年 因为不明原因 头发竟然在一个月内掉了将近四分之一 因为怕被摄影师发现 所以经常借故推掉案子 久而久之 工作就不再找上门了 她停下工作 四处求医 要法的情况仍旧没有好转 不幸的是 她发觉老公开始嫌弃她 经常借口出差 几天不回家 Lucy伤心至极 身为女人 我要替这个Lucy来严正抗议了 男人头秃了 女人都还不离不弃 奇怪了 这个女人头发要是掉多一点 男人就变了心 真的很不公平呢 所以女人要多多爱自己啊 当男人要嫌弃你的时候 真的是 什么千奇百怪的理由都有 不话说回来 女人掉头发那么多 可真的是很伤自尊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导致严重掉发呢 我们要看一段下面的报道 异常落发的原因 基本上分为内在和外在两大因素 内在因素 包含遗传 内分泌失调 免疫力失调等等 雄性秃头 就是属于家族遗传所导致 女性的内分泌失调 或更年期 也都非常容易导致大量掉发 还有 当我们的免疫力失衡时 免疫细胞 把我们的毛囊细胞 误认为是敌人 就会对它攻击 导致毛囊坏死 头发就会掉不停 我们常见的鬼剃头 就是这种原因引起的 这种掉发速度 有时候快的 让人来不及应付 甚至引起病患的恐慌 外在因素 包含压力过大 经常熬夜加班 饮食不正常 扰乱了正常的生理时钟 你的头发生长周期 也就跟着混乱 还有饮用水质受到污染 都会导致头发脱落 长期使用劣质的洗发精 润发乳或染发剂 或者经常染烫 都会使你的头皮受到伤害 而导致异常掉发 你正在掉头发吗 刚刚讲到的这几个因素 您是属于哪一种呢 多数人一开始 都无法察觉自己严重掉发 等到发泄时 恐怕已经事态严重到 需要就医了 尤其是女人在生产过后 可能会有产后脱发症状 而到了更年期又因为荷尔蒙失调而掉发 所以要特别注意 其实掉发之前是有征兆的 及早发现就可以立即处理 问题可以解决的 有掉发困扰的人 全台湾多达360万人 多数人都无法察觉自己正在掉发 往往拖到问题很严重了 才去找医生 医师指出 异常掉发有几个蛮明显的征兆 第一就是头皮容易出油 还有当你梳头发时 有整错的头发掉下来 卡在梳子上面 或者你洗头发的时候 发现一堆头发卡在排水口 还有早上起床 看到有超过20根以上的头发 掉在枕头上 这几种是比较容易观察得到的 掉发状况 另外 发质变细 发量变少 头皮痒 头皮血异常增多 这几种皱眼 比较不易察觉到的状况 也是异常掉发的前兆 Apple's stem cells have a very good role in promoting cell regeneration so much so that scientists initially used it on face care products A 4-week 30-person trial actually saw it reduce wrinkles by 28% 这是为什么我们PCG 要用着非常昂贵的苹果干细胞 来作为促进突皮细胞 再生的重要成分 头发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当然就像另外一张脸 头发掉光了 跟鬼容没有什么两样 有人因为调发而不敢出门 与世隔绝 有人因为调发丢了工作 有人因此与爱人分手了 甚至有人因而得了忧郁症了 全台有360万人 有调发困扰 有人看过名医 有人试骗了各种偏方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有鉴于此 瑞士一家知名的生技药厂 就研发了一种 以天然植物萃取物 当作护法跟生法成分的保养品 叫做PCG 帮助很多人重新找回一头 乌黑亮丽的美丽秀法呢 由于市面上买得到的洗法精 通常含有许多化学成分 如介面活性剂 细菱 起泡剂 和香精等等 这些化学成分 用久了都会对头发 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 瑞士的生化学家 就从六种对头皮和发植最好的天然植物中 萃取精华 制成一种完全无副作用的清洁 和护法兼具的洗法液 有六种成分 就是可以调节油水平衡的 南欧橄榄叶 具有修复和保湿 双重功效的氨基酸 强化头皮肌肤组织的羊甘菊 抑制头皮屑生长的迷迭香 使头发丰厚柔顺的树微草 以及强化毛囊可穿透性 让有效成分更容易被吸收的咖啡因 使您的头皮和发丝 在完全无负担的条件下 同时进行了洗净和养护的工作 为富裕头发奠定良好的根基 Many men struggle with hair loss and we want them to grow their hair back the first thing they have to change is the shampoos 情节和护法一周完成 是非常错误的方法 You have to use natural botanicals to cleanse because if you continue to use the shampoo that's generally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not only will those chemical components harm the scalp and hair even when our customers regain hair the effect of the chemical residues will greatly reduce and slow down that effect 原来富裕头发的正确方式就是呢 在洗头时就必须要彻底不再使用 含有化学成分的洗发精 欧洲人毫无妥协空间的坚持 其实是为了要富裕头发的惊人效果 设下最严苛的门槛 PCG的预发成分 到底有多么傲人的科技学术背景 和多么惊人的神奇效果呢 您一定不能够错过下面这则报道了 1960年代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莫科洛克和提尔 发现干细胞之后 立即刮起一阵研究再生医学的旋风 21世纪初 瑞士科学家Dr. Fred Zulli 从一种罕见的古老品种 叫做Uttiller spotlober 发现了苹果干细胞 当年时尚界与保养品业界 立即掀起苹果干细胞的热潮 因为Uttiller spotlober 这种苹果富含具备惊人生命力的植物干细胞 它能促进人体80%的皮肤干细胞再生 它促进育合与抗老化的功效十分神奇 不仅可以快速激活集体休眠的干细胞 而且还能积极修复受损的干细胞 甚至还能还原干细胞的再生能力 用在护肤保养品上 不但可以刺激人类皮肤干细胞再生 还能抗老去皱 抵抗紫外线 甚至促进头发生长 Uttiller spotlober 是一种生长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罕见品种 因为这种苹果味道偏苦 所以逐渐被甜苹果淘汰 很少人种它 现在已经非常稀少了 而这种苹果不是一般你到处都买得到的那种苹果 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当它结在树上的时候 如果有损伤 它竟然能够自我修复愈合伤口呢 而且摘下来以后呢 放在常温底下 竟然可以保持新鲜长达四到六个月 都不会腐烂 瑞士科学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好奇 所以对它进行研究 却无意间发现了苹果干细胞 Apple stem cells have a very good role in promoting cell regeneration so much so that scientists initially used it on face care products A 4-week 30-person trial actually saw it reduce wrinkles by 28% 这是为什么我们PCG要用着非常昂贵的苹果干细胞 来作为促进土皮细胞栽赏的重要成分 苹果干细胞可说是生物科技的一大突破 所以它在2008年获得欧洲化妆品保养品发明大奖 和化妆品原料创新大奖 瑞士最佳科技品牌奖 据美国知名时尚杂志Vogue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 之所以看起来那么年轻 是因为它使用了价值不菲的苹果干细胞 科学界因此称这种苹果 叫抗衰老奇迹苹果 或称它叫Super Apple 相信您对苹果干细胞 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它可以向毛囊干细胞来发出化学信号 让那些常年休眠萎缩的毛囊 再次苏醒的 促使它们重生 并且继续制造健康的头发 但是PCG还有另一种 快质人口的育法成分 叫做豌豆苗萃取精华 它到底有什么惊人之处呢 不要走开哦 我把头发给洗干净 然后拌干 我就会用那个第二瓶的那个喷雾 在头皮上面 哪个地方头发比较稀少 我就会去喷 喷了之后就这样拍一拍 它就会吸收的还蛮快的 然后我也觉得之后 我再去造型 我再去抹那个什么发型的东西 它不会黏黏的 它说我头发很碎 我就在说 What do you mean 它就让我看了一下 我在镜子里面就发现 就是原来 就是发缝的这个地方 很稀的那个地方 会有很小很小的头发冒出来 它非要用那个磨丝 才能把它压下去 这是为什么 它说我头发碎 但是我才不管了 我的头发长出来了 就是即便你要用磨丝 我也无所谓 它是长出来的新头发 这个超级超级满足的感觉 欢迎回到健康秘转胜 刚刚我们把苹果干细胞的来龙去脉 讲得非常精彩 紧接着我们要来介绍 PCG的六种预法成分当中的 另一个主要成分就是 豌豆苗萃取精华 如果说苹果干细胞是男主角 那么豌豆苗萃取精华 就等于女主角那么重要了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我们现在就为您揭晓 PCG的六种预法天然植物成分 包含苹果干细胞 豌豆苗萃取精华 鱼绣线菊叶 南欧橄榄叶 核手屋和人参 而其中的豌豆苗萃取精华 也可说是生物科技界的另一项创举 因为这个成分 通过直接靶向的毛囊细胞测试 证实它有刺激头发生长的两种关键因素 第一种 它增强了Nagin基因的表现 从而缩短头发的休眠期 第二 它提高了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7基因的表现 这种成分渗透进入毛囊之后 提高毛囊细胞的活性指数 由4增加到7.2 因而能够刺激发根生长 延长头发生命周期 和恢复头发密度 帮您找回美丽自信和快乐 因此 豌豆苗萃取精华这个成分 2014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美容展中 获得先进成分奖 The unique patented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can cultivate stem cells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use them for the purposes of promoting hair growth The results from human trials were so amazing Even the researchers were shocked at the effect 所以我们把最好的东西都放在PCG里面了 就是为了让食用者看到自己的头发 真的将起来 哪种兴奋的感觉没法形容 现代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 一日千里 连我们日常摄取的食物弯动苗当中 都能够萃取出对头发生长 那么重要的成分 当然这种萃取技术 才是取得那个有效成分的关键因素 All of PCG's natural botanical ingredients use a system called cryogenic vacuum extraction to obtain their absenzial elements It'll preserve the activ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constituents more than traditional extraction methods And it uses nano differentiation capture technology to make molecules smaller absorb faster and create better results 相信您现在对于PCG 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了 那么您现在应该是很想要知道 PCG到底为多少人解决了调法困扰呢 我们好不容易采访到一位近两年 活跃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圈 参与过不少电影辨识广告演出的 演员兼模特Grac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使用PCG的心路历程 Grace出生于中国 2013年移民加拿大 原本从事钻石珠宝叶 却因为绞好的身材 以及精湛的演技 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某种机缘下 踏入了西方的演艺圈 由于工作关系 头发需要依据演出角色的不同 而做各种造型的变化 经常整 染 烫 导致发质逐渐受损 到了生完小孩过后 产后脱发的症状 更是让她原本掉发的困扰 雪上加霜 我刚开始进到咱们这个演艺圈里面 是通过做模特 那就会牵扯到染发 然后当时最高纪录 一个星期染了三次 黄色 红色 然后到最后再演成黑色 头发都已经是开始掉了 但是我没有很注意 我就觉得 你就经常会染头发 断发是正常的 真真正正开始掉头发呢 是我家老大出生之后 产后脱发 那个时候等于是掉的时候 我就不敢摸头发 一摸 她就会顺着指甲下来一把 然后当时我就是 还是一个很恐慌的状态 我只要这样一甩头 满地都会掉头发 不夸张 真的是还蛮严重的 后来掉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呢 我的这个发型师 都会用黑色的眼影 帮我把发根遮起来 每次做发型的时候 这样的话 她的那个中间的这个缝 才不会看起来那么地宽 那么地白 那么扎眼 然后当时还蛮沮丧的 甚至不敢让发型师 帮我换发型 女人啊 真的不能够只在乎 头发的造型 也要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式 来照顾自己头发 头发对一个正处在 花样棉花岁月的女人而言 可说是她们的第二生命 当第二生命遭受威胁 失望 自卑 忧郁 埋怨等各种打击随之而到 就在Grace对掉发的困扰 束手无策之际 幸运的 她碰上一位好心人 将PCG推荐给她 让她从此就摆脱了 掉发的噩梦 我一直跟着她做头发 然后她经常也会给我推荐一些 有的没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工作所需 就会需要推销一些产品 也就没有怎么在意 后来是真的头发掉得很厉害 真的是我就觉得 anything let me try anything 然后她跟我提了 这个PCG这个产品 提了不下三次 我说好吧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会这么强调地给我推荐 后来她就跟我讲了很多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那一点 就是她提到她的主要成分是苹果干细胞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马上你也知道 你要有什么管用的东西 有什么新的配方 有什么新的成分 在护肤品美妆剂里面 每一个演员都会去用的 其实我一直想体验这个苹果干细胞 后来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厂家愿意把这么昂贵的成分 用在脸上的成分 去给用在头皮上 我相信她是一定会管用的 后来证明我是对的 她就是挤出来之后 是那种非常细的泡沫 就是那种foam的那种texture 然后用在头上 起泡各方面都很舒服 然后味道有一点植物的味道 不会闻起来很有化学成分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对香味非常敏感 我把头发给洗干净 然后拌干 我就会用第二瓶的喷雾 在头皮上面 哪个地方头发比较稀少 我就会去喷 喷了之后就这样拍一拍 它就会吸收的还蛮快的 然后我也觉得之后 我再去造型 我再去抹那个什么发型的东西呢 它不会黏黏的 前前后后我觉得大概有三个月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还不是我发现的 是一个帮我平常做头发 还有造型的一个化妆师 有一次做活动的时候 他就在说 哎呀你头发怎么这么碎 我说我头发又怎么了 头发又怎么了 他说我头发很碎 我就在说 What do you mean 他就让我看了一下 我在镜子里面就发现 就是原来 就是发缝的这个地方 很稀的那个地方 会有很小很小的头发冒出来 他非要用那个摩丝 才能把它压下去 这是为什么 他说我头发碎 但是我才不管了 我的头发长出来了 就是即便你要用摩丝 我也无所谓 它是长出来的新头发 这个超级超级满足的感觉 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 只要是提到头发的事情 我都会推荐 我都会分享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能把我的话真的听进去 特别是有一些男生 他头都吐了 老婆还不嫌弃 我在招什么急 两个人到目前为止 很棒的 他是听了我的话之后 还真的很心动 还真的去定 然后年纪轻的那个 叫做Liu 他之前用的这个头发 用的比较满意 他还给我拍了那个 before and after 还把时间标了上去 非常非常认真的跟我说 你看我头发长出来 之前是这个地方吐 你看现在就变得黑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叫Louise 他的年纪比较大 都已经 我觉得他就从来没有想过 去治他这个地中海 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 我没想到他真的去买 这个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去买了之后呢 我就 OK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e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给我打电话 说 我头发长出来了 你相信不相信 说Really 然后他给我发酵片 我还看了看 我说哇塞 真的长出来了 他跟我说 要是长出来的 就是黑色的话 就更好了 可惜长出来都是白头发 我说你还挑 你这么大年纪 头发长出来了 你还挑 其实我相信 一定有很多 Grace的女性朋友 是用了PCG 有很棒效果 女人嘛 总不会想要 把丑陋的那一面 给大家看 你说不是吗 好 节目到这儿 但愿Grace 跟调法困扰奋战的艰辛历程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还有参考 想要让三千烦恼师 不再带给你烦恼 就要懂得用对方法好好 呵护你的头皮 毛囊 当然就会起死回生了 长回一头乌黑亮丽的秀法 给自己美丽 自信还有快乐 谢谢你的收看 健康力转胜 我们下次见了